我們一件事要輕盈了解 為什麼他主張這樣 為什麼病人主張這樣 家屬主張這樣子 然後我們跟他去討論 討論這樣子的好處壞處 有點缺點 還有剛剛講到很多 相關的部分 那有時候的討論還需要 醫護專業同仁幫忙 尤其在醫療決定的部分 那我們就陪著 病人或家屬去跟醫護人 討論 那或者是說 我們這邊想好我們 這個網友分享還有幾位 也都有醫護的一個 背景 親一